有个非常火的字叫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和技学系有什么关系呢 先来聊一下他们这个关系啊 人工智能你可以这样来理解 它可以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非常好理解啊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目标 或者说我们人类的一个愿望 我们希望机器能够像人一样的智能 明白吧 理解成我们人类一个目标 然后另外一个含义 你可以把它看成它就是一个交叉学科 就是一个交叉学科 为啥叫交叉学科呢 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学科里边 它包含了很多的其他的学科 所以称之为交叉学科 比如它会包含我们的机器学习 这个学科还会包含像计算机视觉 还有什么生物基因 还有我们的医疗 然后金融等等等等学科 所以称之为它是一个交叉学科 有这么两层含义 人工智能呢 其实它现在的应用面比较的广 人工智能的产品现在也比较多 那么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有哪一些呢 给大家聊一下啊 应用场景有哪些 最最简单的例子 你像京东的推荐系统 这我们可能每天都会去用的 京东的推荐系统 像还有什么淘宝天猫啊 他们推荐系统都是人工智能的产品 还有我们手机里边的Siri 对吧 还有什么华为的小安 还有我们微软的Cotina 这都是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 还有一个比较牛逼的产品 是我们IBM研发的一个叫沃森 沃森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医疗诊断 医疗诊断的产品 也就是说 你把你的各种病症 各种这个 就是你的各种体征吧 然后说到这个沃森 这个模型里面去 他就会给你诊断出 你得了什么样的病 并且还能给你一套诊疗方案 这就是沃森 沃森他曾经破过一个记录 什么记录呢 是给日本一个 一个老妇女 好像是60多岁 然后花10分钟的时间 就诊断出 他得了一种罕见的 罕见的一个 罕见症的病啊 然后并且呢 在10分钟之内 他给出了一个诊疗方案 其实这个就非常非常厉害 你像如果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得了一种罕见病的话 他光诊断这个周期就非常的长 对吧 那么诊断完之后 还要给诊疗方案 这又非常的长 那如果一旦沃森这个模型 能够推广出来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也能硬得到 那实际上我们的医疗水平 就会非常非常的高了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未来可能很多很多的低级的医生 可能会被淘汰 直接使用沃森 就可以被取代掉 对吗 还有一个场景 叫无人汽车 其实无人汽车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经常听到百度在搞无人汽车 谷歌在搞 特斯拉在搞 还有我们现在的贾跃亭也在搞无人汽车 叫FF 叫什么 法拉第 法拉第未来 是吧 还是什么 很多公司呢 现在都在搞这个无人汽车 你像之前百度人工智能的负责人叫吴恩达 如果你研究过了解过这个人工智能的话 吴恩达你应该是知道的 之前百度人工智能负责人 他现在呢 也在搞无人汽车 他专注的领域是出租车这个领域 也就是说 你未来无人汽车一旦发展起来的话 出租车司机有可能也会被取代掉 但是大家不要担心 唯有一个唯有一个职业 他永远不会被取代掉 什么职业呢 就是我们 就是搞人工智能的人 搞人工智能的人 那也能说 那我以后可不可以搞这么一个产品 让他去携带吗 让他去研究人工智能 那如果未来的世界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的话 那恐怕人工智能能够威胁到我们人类了 对吧 但目前来看啊 目前来看应该不会这样去做 应该不会这样去做 所以说 如果你现在想做人工智能 未来你肯定是有饭吃的 肯定有饭吃 因为我们不是不可能被取代的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搞这个 如果你同事人工智能相关的工作的话 他的薪资也非常的高 人工智能的薪资也非常的高 只是我来说 无凭无据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人工智能他的岗味 大概值多少钱啊 来看一下大概值多少钱 我这提前已经打开了 就随便搜一个人工智能 或者你可以再加一个技学习 技学习 那其实我刚才给大家聊完之后 你们应该也就知道了 技学习和人工智能的一个关系了 人工智能是个加大学科里边包含了技学习 就是一个子级的一个关系 技学习是人工智能这个加大学科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 明白了吧 所以说你在拉锅上搜的时候 你可以人工智能和技学习作为两个关系字 来搜啊 大家看这儿第一个美团的美团点评 他能给出的推荐算法的工程师的工资 是35k到65k 一般看这个公司范围啊 比较窄 这个界面比较窄啊 这叫人工智能训练师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稿味啊 看这儿 看这个 人工智能研发工程师 给开的工资20k到40k 反正总平均来说啊 如果你搞人工智能的话 平均工资不会低于25k 基本上是25k以上 25k以上 哪怕你现在 现在出去做个大数据相关的工作 那也是会达到18k到20k左右啊 和大数据相关也得达到18k到20k 如果你现在做的是web开发 或者或者说跟Java相关的一些开发 或者说Python相关的一些开发 其实如果你有精力的话 你真的是要考虑一下自己未来的方向了 你如果要转行 如果要转行的话 你肯定要冲着现在热门的行业去转 你得冲着国家有优惠政策的方向去转 对吧 有句话叫政府把政策达到哪 我们就应该指向哪 这样我们的范碗才不会丢 对吧 那么现在不管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从个体企业层面 他们都非常重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很多公司也在发展大数据相关的产业 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产业 其实我说我觉得这个方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了就给大家聊了这么多 从人工智能是啥 然后他有两层含义 以及他和技术学系的关系是什么 以及他的应用场景还有人工智能一些薪资情况 对吧 闲聊了几句啊 来我们开始来聊百度地图 路况预测这个功能的实现原理啊 首先我们要预测一个路况 要预测一个路况 他肯定是使用机器学习来做预测的 或者说 或者说这个产品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产品 能理解我意思吧 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产品 那么什么是机器学习 我得知道它的原理 对吧 你只有知道机器学习的原理了 我才能跟你讲通 讲透路况预测的一个原理 对吧 那么机器学习是什么原理呢 机器学习的原理 来 我先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 大家如果有问题 就刷到公平上 15k到100k就是15k 15k到50k就是15k啊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他那个最高呢 就是说你要奋斗几年 才能拿 他能拿那个数啊 信用户说多久有加瓦的课 什么意思吗 来没问题同学 刷一波鲜花 我给大家讲一下机器学习的原理 好不好 现在听不懂这个语言 我这节课不会给你讲任何的语言的 所以说 你也不必简章 人工智能是不是偏算法 OK啊 人工智能它是偏算法 是偏算法 那你接下来的疑虑可能就是 我数学不好怎么办 我能学会算法吗 我来解决你这个疑虑啊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它主要是来应用算法 主要是来应用算法 你只需要知道这个算法 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去用它 你只需要知道 我这个算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你只需要知道这个算法的一些参数 怎么去调 就够了 你未来做的是算法应用工程师 而不是算法开发工程师 如果你做的是算法开发工程师的话 那对你的数学功底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并且它对你学历门槛的要求也很高 既然你未来不想做开发算法这么一个工程师 那你做应用算法工程师 其实对数学要求不是那么的高 并且如果我们后边再讲到算法的时候 它应到一些数学你不知道 你忘了 我们也会选择性的帮大家去回顾 帮大家去讲的 所以说这个不要担心 好吧 来继续来讲机器学习的原理 其实关于机器学习的原理呢 我之前跟大家聊了很多了很多次了 今天呢 因为有一些新朋友 所以说就再来讲一遍吧 你想了解机器学习的原理 你首先得知道人成长的过程 人或者说人是如何成长的 如果你能把这件事考虑明白了 机器学习也就那么回事 人是如何成长的 你想我们是从一个婴儿变成了现在的我们 现在的我们 现在我们是不是非常的智能啊 当时我们处于婴儿阶段我们的智商是很低的 我们智商是很低的 低到什么程度呢 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说我们人类的婴儿时期啊 它的智商是低于大部分生物的 低于大部分的生物 你想 很多你像这些其他的动物的话 他出生生下来的时候 他都自己去知道怎么找饭吃 怎么找奶喝 对吧 但是婴儿不是这样的 婴儿生下来 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吃 他饿着就知道哭 然后我们去喂他 喂完之后 我们得拍打一下 帮助他吞咽 如果你直接把他放脑的话 他会吐出来 对吧 就智商低到那个程度 但现在的我们不一样 现在我们可以听课 可以自我成长 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事 对吧 可以谈恋爱 智商很高 现在我们 那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如此低智商的阶段 变成一个如此高智商的我们呢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 我们人类在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学习 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非常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做饭这件事 你处于婴儿阶段 你根本不知道做饭是啥 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去找饭吃 你怎么可能知道怎么做饭呢 对吧 婴儿时期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做饭 但现在的我们可能会做饭了 那么从不知道什么是做饭 不知道什么是做饭 变成会做饭 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 只不过这是在不断的学习 是不是做饭 不是罪饭 那我们是怎么不断学习做饭的呢 我们可能做了N次饭 这N次饭都是失败 以失败高中 那每一次做饭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会总结本次做饭的失败的经验 每次我们都会去总结 对吧 那么不断的总结归纳 最终呢 我们脑子里边可能形成了一套规律 一开始 可能你前几次做饭的时候 你脑子里边这个做饭的规律不是特别的准 做的饭可能不是汤多了就汤少了 不是淡了就是咸了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是前几次做饭失败之后 你总结出来的规律还不是特别的准 对吧 我们人为什么可以总结规律啊 因为我们人是有思维的 我们是可以考虑很多事的 是可以思考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出来规律 那么基于你做的这N次饭的经验 加上我们的思维就可以得到一套规律 那如果你做的饭的次数非常非常多 这个N假设等于一万 你做了一万次饭 做了一万次饭 相当于你有一万次的做饭失败的一个经验 或者说做饭的经验 把这个经验拿来进行总结 那这套规律就会非常的准 对吧 非常的准 那么你在第N加一次或说第一万零一次做饭的时候 做饭的时候 就会做的非常的可口 对吧 那也就是说我们人啊 他在学习 实际上他就是对过去的经验不断的总结 归纳得到一套规律而已 对吧 可以实现这个公式来表示 人学习的原理就下面这个公式 经验加上思维等于规律 来赞同这句话的同学 刷一波鲜花 来赞同的同学刷一个鲜花来 好 第四行是什么意思 不会学习做饭 第四行一二三四啊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不会做饭 从不会做饭到现在的会做饭 为什么 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啥 我们经历了不断的学习做饭 对吧 这个过程不断的在学做饭 所以说从不会做饭到会做饭 明白了吧 对 OK啊 这个同学说的说的说的很好 不断学习做饭 原来是自错了 OK啊 是自错了啊 这我们人学习的一个原理 其实曾经有这么一个名言警句 叫笨鸟先飞早入离 笨鸟先飞早入离 这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啊 都听过 其实这句话就可以使用这个公式来很好的去诠释它 使用这个公式很好的来诠释它 怎么诠释呢 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笨鸟 其实潜在意思就是说他的思维比较的笨拙 是这意思吧 思维比较笨拙 思维比较慢 也就是说公式的这个思维还比较差 比较差 早入离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比别人更加的勤奋 什么事都早下手 早去准备 那这样带来的是什么呢 这样带来的事 他会有冲突的经验 你的思维稍微笨一点 但你比较勤朗 什么事都早下手 提前准备 那你经验就会很足 那么同样你这个规律 对增得出来这个规律就会比较准 对吧 这个明眼警局可以使用这个公式来诠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一个职业叫老中医 老中医这个职业呢 我们使用这个公式也能够 很好的来诠释 老中医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 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老中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耗卖准 抓药零 对吧 有事就找老中医 耗卖准抓药零 还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年龄大 老中医嘛 老字对吧 那为什么老中医耗卖准抓药零呢 因为他年龄大 那为什么跟他年龄大有关系啊 因为他年龄大 他曾经遇见到患者非常非常多 他耗了非常多的卖 也抓了非常多的药 也就是说他的经验是非常的足的 是这意思吧 经验是非常足 那么老中医他的思维是不是比一般人都要强 思维逻辑能力是不是比一般人都要强 不见的啊 那我现在就假设他的思维一般和正常人的水平是一样的 那他最正的规律也是准的 对吧 经验多 思维和正常人一样 那规律肯定比正常人要准很多 那如果这个老中医的思维逻辑能力又非常的强 这个强强强最后也是强吗 对吧 都能说得通 实现这个公式 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驳我的啊 如果没有反驳我的 再来一波鲜花 多瞪瞪你们的小手啊 别睡着了 好的好的好的 刚才聊的呢 是人学习的一个 一个原理 啊 就是这公式 那么机器学习的原理是什么呢 一样 机器学习的原理一样 只不过说只不过说机器呢 他不知道什么是经验 那对我们人来说的经验 我们可不可以转成数据 完全可以 对吧 我完全可以转成 转成数据 那么机器有思维吗 机器其实没思维 机器就是一堆零件 机器就是一堆零件 他只是一堆铁 他只知道有没有通电 通完电之后 他只认识零一零一这样的二进制数 对不对 那他没思维怎么办 哎 我们伟大的人类不是研究了很多很多的算法吗 对吧 伟大的人类研究了很多的算法 其实算法 它的全称呢 就是计算方法 只不过简称叫算法而已 那么计算方法 其实他表示的就是一套思想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就理解了 比如说我现在在A点 我要去B点 我从A点到B点 我有N种方式过去 对不对 我有N种方式到达 最快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两点之间的直线去走 这最快的方式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我可以在 如果允许我在二维空间中移动的话 我可以这样走 对吧 如果允许我在三维空间中移动的话 我可以跳过去 如果允许我在四维空间中移动的话 那我可以把时间这个维度加进来 我想一下 我当年曾经在B点过 对吧 从A点到B点有N多种方式 那我从A点到B点沿着直线走也好 我拐着弯走也好 我跳过去也好 其实这不就是有算法来决定的吗 或者说有计算方法来决定的吗 计算方法就是一套思想 如果还不是特别理解的话 我再举一个 你们上班经常遇到的一个例子 我给你一坨数 这里边就五个数字 198 101 76 129 我现在让你给我排序 经常遇到吧 经常 经常遇到 我让你来排序 其实排序的方法 或者排序的算法有非常多 我们可以快速排序 我们可以冒泡排序 对吧 我们还可以归并排序 昨天晚上还给大家分享 这个归并排序的思想 感兴趣的同学 扫一下图中的二维码 跟我们的马小六 去要一下昨天晚上的视频 好吧 来 有N多整排序的算法 我就不一一去列举了 你看每一整排序的算法 不就代表的是一套排序的思想吗 怎么去排 对不对 所以说 举了这两个例子 我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算法它表示的就是一套思想 其实有一些算法 它根本没有具体的公式的 没有具体公式 那么既然算法表示的是思想 那我现在也有着经验了 我只不过把经验转成数据了 那最终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出一套规律来啊 也可以得出一套规律 但是在机器学习里边 它不叫规律 它叫模型 但实质上它就是规律 来赞同的同学再来一波鲜花 赞同的同学再来一波鲜花 我们今天晚上公开课的时间就七点半到八点半 一个小时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咱俩相处的时间啊 全程干货啊 全程干货 就这么几个赞同的 那就说我讲错了 对吗 这就对了 这节奏是对的 听课需要节奏啊 跟着我的节奏栏 好 那么刚才我们推导出的这个公式 这就是机器学习的原理 这就是机器学习的原理 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那么接下来呢 给大家聊一个具体的算法 具体的算法 我们通过这个具体的算法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如何来训练出这个模型的 再说一遍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聊一个具体的算法 然后我再给你一堆数据 我给大家讲透 它到底是怎么把这个模型里得到的 或者说怎么把规律给得到的 好吧 什么算法 你不要跑 你不要跑 你别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心里想啥 你不要跑 你等着我 这个算法的公式 长这个样子 非常简单 Y等于W0加W1X 就这就这么短 就这么短 其实这个公式啊 小学应该就学过吧 这叫一元一四公式 一元一四公式 但是在机器学习里边 它改名了 叫简单的线性回归算 简单的线性回归算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经常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给你两组数 X等于1 Y等于2 X等于2 Y等于3 给我两组数 把W0跟W1给求出来 W0 我们也称之为是结句 还记得吧 W1 我们称之为斜律 称之为斜律 其实这个公式啊 在空间里边 就是一根直线 对吧 W1决定了 这根直线的方向 W0决定了 这根直线 和Y坐标的焦点 我现在给你这两组数 把W0跟W1给求出来 来各位心算一下 W0等于几 W1等于几 心算一下啊 不用找笔 不用找笔 口算 口算 这么尴尬 一个都不会 OK 心跳 跟AL说 011 心算的话 其实很简单 把第一组数据带进来 我们能够知道 W0跟W1的一个关系 把第二组数据再带进去 W0和W这不都能求出来了吗 分别都是1和1 对吧 那如果现在我给你三组数 X等于3 Y等于5 X等于3Y等于5 现在你能求出来吗 其实我给你这三组数 你到底能不能求出来 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画一个XY做标 画一个XY 然后把我们这三组数 三组数在我们空间中不就是三个点吗 你把这三个点给描出来 12大概这个位置 随便画了 可能不太准 然后23大概在这个位置 35可能在这个位置 画出来 然后你看一下这三个点 是否能够在一条直线上 如果不能在一条直线上 那说明我们不能准确的求出W0和W1 是这个意思吧 你小学可能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此时的你可能PDIPDI拿了试卷 找老师说老师知道提错了 老师可能正在刷抖音呢 就随便给你划掉一组数 让你回去做吧 为什么他可以随便划掉一组数 就让你回去做呢 他为什么这么自信呢 因为随便划掉一组数 我空间中只有两个点了 我空间中只有两个点 我肯定能够决定一条直线 能够决定出来一根直线 W0和W1就能求出 是这个道理吧 那么小学遇到这个问题 这是一道错题 但现在成熟的我们 再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这就是一道机器学习问题 这就是一道机器学习的问题了 为什么说这是一道机器学习的问题啊 我把这组数 我再放大 怎么放大呢 我现在给你三一组这样的数据 什么样的数据啊 不在同一根直线上的数据 也说我空间中密密麻麻的 分布了非常非常多的点 你这些点都不在同一根直线上 给你这么三亿组 我再让你给我求W0和W1 那么此时你更求不出来了 对吧 那这道题更典型 更是一道机器学习问题了 能听到我意思吧 那既然W0和W1我们不能准确的求出 我们可不可以求出来一个比较完美的值啊 肯定是可以的 那得看多完美 你要求我给你找一个多完美的值 对吧 那么什么样的值 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完美的值啊 我们说你空间中的这根线 到我空间中的点的距离是最近的 那我就可以说这根线是最完美的线 决定这根线的W0和W1 就是最完美的值 这句话 大家赞同吗 赞同的来一波花 赞同的来一波鲜花 嘿 这节奏起来了啊 好的 代表老马谢谢你们的鲜花 我会把你们的花转送给马老师的 一人一半啊 跟他 好的 那我怎么找到这根比较完美的直线 如果我现在还找到这么一根 黄色的线 还有一根红色的线 还有一根这样黑色的线 我给大家加个标号啊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我们人的直觉感受 所以我们觉得二号这根线是比较好啊 一号跟三号都不好 为啥不好 因为他与我们困点症的点 他距离比较大 距离比较远 二 比较 距离比较小 所以我们称二比较好 对吧 这是我们的直觉感受 那么机器 机器他怎么知道啊 因为机器没有这些什么直觉 感觉什么女人的第六感 这些玩意儿 是不是 你可不能说 我们人画一个图出来 然后拍个照片 然后让机器去做图像识别 那你这绕弯了 就相当于 你从A点到B点 明明直线可以过 你非要 走个弯路 对吧 这样肯定不行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距离公式 定义一个距离公式 什么距离公式啊 点到线的距离公式 对吧 我把这个公式给大家摆 摆和一下子 你不要跑啊 不要跑 这个公式也不难 门口已经放走了 不要走啊 这公式长这个样子 ERROR等于 2M分之1 然后C干嘛 I等于1 然后M HZXI 减去YI 不要跑啊 我给你解释 我们就拿空间中某一个点来说 假设空间中在这儿有一个点 在这儿有一个点 红色的啊 来先说里边 HZXI是什么 HZXI表示的就是我空间中这条黑色的线 听懂了吧 黑色的线 我现在把这个红坐标 这个红色点的红坐标 带到我这根线里边来 把这个外坐标 把这个外坐标 拉长一点啊 带到我这根线里边来 我们是否可以拿到它一个红坐标啊 不好意思 画的有点偏 这个还不太好 这样 我们把这个红色的点带到三号这根线里边来 HZXI 假设表示的是三号这根线啊 不是1了 不太好 画1 三号这根线 我现在把这个红色点的红坐标 带到这个三号线里边来 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个假设的外值 外值等于解啊 你就往这描 做个垂直 把X坐标带到这个线里边来 是不是得到这样一个外值啊 对吧 这就是HZXI给我计算出的值 那这个YI表示的是什么呢 YI表示的是 我这个点 它真实的外坐标 假设它真实的外坐标是 是五六 真实的坐标是五六 然后你把五带到我这根黑色的三号线里边去 它可能给我得出这个假设值是二 听懂了吧 我随便写的可能是个二 肯定是比五小嘛 对吧 YI表示的是六 六减二得到的是这一块距离 听懂了吧 是这块距离 距离是几啊 距离是三 放这儿 距离是三 那这就是点到线的一个误差 那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计算它一个垂直距离啊 解释起来很麻烦 你先记住吧 你先记着行吧 我大概一说啊 大概一说你能听懂就听 因为我们现在现在要找到的是X和Y的一个关系 X和Y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更看重的是它在Y这个方向上的一个误差 能听懂就听啊 没关系 这就是里边这个小括号代表的意思计算出他们的一个差值 那我现在空间中有三亿组数啊 一共是有三亿组数 M表示的就是三亿 那这个C价格是一个累加符号啊 我要把空间中的三亿组织到我三号线的这个误差都要计算一遍 把它加起来 把它加起来 这边我拉了一个平方 其实小括号后边还有一个平方 为什么要加一个平方啊 如果我现在在三号线的下方有一个点 那如果你这样去相减的话 减出来的是负数 听懂了吧 是负数 那我一平方是不是都是正数啊 那就是说我这一坨计算出来的是 我空间中的点到三号这根线的平方误差 三亿组数到我三号这根线的平方误差 那前边大家看这儿是不是还有M分之一啊 你再除以M 这不就能计算出我空间中的点到三号这根线的 平方每一个点到这根线的一个平方误差了 对吧 每一个点到线的平方误差 那为什么还有个2啊 因为后边我们要对这个公式 要做求导求导求导的话你这个指数是不是要放到前面去啊 那你放到前面去正好和这个2消掉就是为了消掉这个2 所以说分母有个2 这个公式我们也称之为误差公式 称之为误差公式 我们有时候也称之为目标函数 有时候也称之为最小二乘法 很多名字啊 很多名字 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公式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公式来衡量出你这个空间中哪一条线好啊 是不是啊 可以衡量出哪个线好 来刚才讲的这一块没问题的同学抠个1 听不等的找马小六要我们的录播好吧 听不等的找马小六要录播你可能是半段来的啊 疼头听我相信应该能听明白的 数学还是没白学啊 没还给老师就行 毕竟是交过钱的 完了 这节奏又没了 这个误差公式不是公理啊 误差公式不是公理 他有他不是通用的 不是通用的 你像我们的决策书啊 还有这个随机森林 连他的误差公式就不是这样的了 他的误差公式是和信息商相关的 好吧 这不是通用的公理是什么 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道理 你像这个最大自然估计这些是属于公理的 嘿 节奏呢 节奏怎么没了呢 方叉什么意思 这里面没有牵着到方叉呀 假装这节奏呢 假装这节奏还带行吗 好的好的 好 再捋一遍 来 刚才没听懂的 有各种疑问的同学 我再带你们复盘一下 好吧 好好听啊 好好听 我们通过人学习的原理 推理出了机器学习的原理 就是数据加算法等于模型 这个公式 这是你们都认可的 对吧 你们认可了之后 我是不是接下来太讲的 然后我说我要拿一个具体的算法 再给你一堆数据 我要带你去理解 这个模型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对吧 我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算法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算法 小学就学到的一个一元一四公式 在机器学习里边 它叫简单的现行回归算法 我是不是还给你准备一堆数据啊 在这 什么样的数据啊 X等一外点二 X等二 外点三 X等三 外点五 就一些这样的数据 这些数据有什么特点啊 这些数据的特点是不在一根直线上 对吧 那既然不在一根直线上 W0和W1 我们绝对是不能准确的求出的 对吧 绝对不能准确的求出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完美的值 可以找到一个完美的值 那怎么去找这个完美的值呢 哎 我们说在空间中去找线 画线 我们找到了三根线 一二三 这么三根线 我们说哪根线更好啊 二号线更好 为什么说二号线更好 这是我们的直觉感受 哎 我们说机器没有直觉感受 我们得给它一个误差公式啊 哎 就在这儿 对吧 如果我现在空间中有一个点 在这儿 空间中有个点在这儿 它的坐标什么呢 五六 红坐标是五 纵坐标是六 我把这个点的红坐标 带到我的三号线里边来 是我可以求的一个假设的外值 我们给它一个假设的外值是二 那么这个点真实的外值是六 真实的外值是六 六减二是四 刚才怎么不提醒我呢 不好意思啊 您刚才是不是这儿讲错了 真实的外值是六 我们的假设的外值是二 六减二等于四啊 不是三 是四 也就是说 这个点到这根线的误差是四 我现在空间中有三亿个点 每一个点都要这样去计算 所以说我前面有个C感吗 符号 里加完了之后 我可以计算出空间中三亿个点 到三号线的一个总误差 应该说总到平方误差 后边是不是还有个平方 为什么要加平方 我们说如果你这个点 是在三号线的下方 是在三号线的下方 那这样相减之后就是一个负数 那你加上平方是不是就正数了 对吧 然后公式的前面还有个m分之一 这样就可以计算出我空间中 每一个点到三号线的一个平方误差 到底听明白了吧 那我有了误差公式 我就能衡量我空间中哪一个点 哪一条线更好了 对吧 你们现在可能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这些线我怎么去找 我这些线怎么去找 刚才我是直接给你们这三条线 这三条线怎么去找呢 这样去找 我们随机的去调整 W0和W1参数 你随机调整完了W0和W1 在我这个空间中 是不是就是一根线啊 你调完了之后 调完了之后 再带到我下面这个公式里边来 是不是可以计算出一个误差 然后你再去调再来带 看一下你哪次调完之后 这个误差最小 那哪一根线就是最好的 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细活 什么细活呢 就是你这个W0和W1啊 怎么去调整 你可不能漫无目的的去调吧 对吧 有一个算法叫七度下降法 今天我们讲不了这个啊 梯度下降法 时间不够啊 我们可以通过梯度下降法 去调整我们的W0和W1 他可以来指导我们怎么去调整 听明白了吧 那你每次调整完了 空间中是不是就一根线 对吧 并且我们在 找这根线的时候 找这根线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指定一个 指定一个应户 能够仍然的误差 假设我们应户能够仍然的误差是1 仍然的误差是1 那你说我先去调W0和W1 根据梯度下降法我来调 调完之后 带到误差公式 看一下它的误差是否小于1 如果还是大于1的话 那我再去调 然后再来看误差 如果还是大于1 我再调 直到让它的误差小于1 那么此时我找到这根线 就是一根比较完美的线 此时决定这条线的参数 就是我们想要的完美的参数 那这样说的话 完美的参数应该是有N多组的 这个完美参数不是唯一的 这个道理应该能听明白吧 对吧 那我们在找这根线的时候 找这根线的时候 实际上这就是模型训练的过程 我们最终找到这根线 就是一个规律 你看假设我最终找到这个线 就这个绿色的线 这个绿色的线 是不是它代表了我空间中 点子分布规律 是吧 代表点子分布的规律 那么决定这个规律的是什么呢 是参数 决定这条线的是参数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跟你聊起来这个模型 模型实际上它代表就一就是一堆参数而已 来 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讲明白啊 来听懂的反馈一下 这东西很难吗 来 找这根线怎么去找 就是这个文字描述了 就这样去找 你在找线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一个模型训练的过程 那你最后最后找到这根线 它到空间中点的误差如果小于一 那我称这个线就是一条完美的线 这条线它也代表了我空间中点分布的规律 对吧 那么决定这条线呢 是一堆参数 所以说模型也是参数 模型也叫规律 如果还有同学比较懵的话 来 扫一下图证的二维码 要一下我们的路波 好吧 要一下我们的路波 那么在企业里边 一般怎么去训练这个模型 或者说训练模型的训练模型的套路是什么样的 来 套路是这样的 假设我现在给你一堆数 这堆是什么数呢 随便给了 假设给了你啊 实体的数据 实体的数据 我们一般前期要把这实体的数据进行一个拆分 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称之为训练级 还有一部分我们称之为测试级 测试级 那么训练级应于干嘛呢 训练级应于训练模型的 我再给你一个算法 有了数据 有了算法 是否可以训练出来一个模型啊 对吧 得到一个模型 那么测试级干嘛的呢 测试级就是来验证你这个模型的 那拿我们刚才这个例子来说 假设你最终 最终找到的这个模型 就是我图证的2 这个模型 好 我现在给你准备了100条数据 这100条数据啊 有X有Y 我把这100条数据的X 我带到2号这个公式里边来 看一下他给我预测的外值 然后再跟我真实的外值去比对 那每一条数据都要这样去做 看一下你最终的误差是多大 通过这个误差 我们就能够来评估你这个模型的好与坏 能听懂吗 就能评估这个模型的好与坏 来测试级就是这样来 评估我们这个模型的 这就为什么我们要把数据分成两部分的原因 一般9比1这样一个比例去分啊 9比1这样一个比例去分 当然了 你把这实体数据划分成 从训练级跟测试级这两部分之前呢 你首先要把这实体的数据进行一个清洗 这数据可能有当数据要清洗等等 做其他的一些数据处理工作 再来拆 那么讲这个机器学习的原理 不是讲刚才这个算法和我们百度地图的路况预测 有什么关系啊 有什么关系啊 有关系 你看我现在来一组数据 假设x等于10 我把x等于10 我带到2号这个模型里边来 是不是可以给我预测出来一个外值 对不对 他给我预测出来这个外值 有可能是10 有可能是11 有可能是12 总之 y是个值 y是个值 那有没有那么一个算法 有没有那么一个算法 我把x带到他的模型里边去 他给我预测出来的是一个分离号 比如说预测出来的y等于0啊 还是1啊 要么等于0 要么等于1 这不就一个分类吗 有这样一个算法 比如说像逻辑回归 像贝叶斯 像决策数 像随机森林 像svm 这些算法 我们使用这些算法 我们就可以训练出一个能够做分类的一个模型 你训练出这个模型之后 我把x值带到模型里边去 他就能给我输出你属于哪一类 听懂了吧 啊 那你看我们这个百度地图的路况预测 他给我预测出来 要么是严重拥堵 要么是拥挤 要么缓行 要么畅通 就这四种情况 是吧 这四种情况我们可以使用数字来表示啊 分别是0123来表示 对吧 那这不就是一个分类吗 只不过这个分类是一个四分类而已 只不过是一个四分类而已 听懂了吧 那我们准备好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分类的算法来训练模型 到这个模型之后 我不就可以来做预测了吗 来 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讲明白啊 二分之一怎么跟平方抵消 你说这儿是吧 我说的是后边呢 我们要对这个 后边我们真正实行这个公式的时候呢 我们要对这个公式进行一个求导 求导的话 这个指数不得前置吗 就提到前面去 正好和这个分模二就抵消了吗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来 来能听懂同学 给波鲜花来 给波鲜花 反馈一下 好 今天是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 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关于路况预测的代码 还有它的原理部分还有很多很多 还有非常多的 今天呢 只是给大家开了个头 给大家开个头时间的原因 在后边我们这个课程里面路况预测 我们是会讲的 是在技学习部分会讲的 我们 我们现在呢 有这么两门课 第一门课叫架构 第二门课叫大数据 叫大数据 然后在大数据加人工智能 这个课里边 我们会讲很多的算法 给大家先看一眼啊 我会讲这一些什么K-means 今天给大家分享 就是个线性回归 我们叫简单的线性回归 对吧 它和线性回归还是两码事啊 还是两码事啊 这个课程里边还会讲什么 DBSCAN 普居类 普渡别斯 GBDT 然后XG BOOST PTA SVM LDA ALS 这些都会去讲 我们后边呢 还会给大家讲一点 这个TenseFlow 相关的一些知识啊 然后这神经网络 我们在讲这个模块的时候 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 就会给大家去 讲百度地图 它的路况预测功能 具体是怎么实现出来的 好吧 那么这两码课呢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码课 互联网架构 然后这每个小块呢 代表是这个课里边的 每个模块啊 每个模块 像圆码分析啊 微服务架构啊 搜索引擎数据分析啊 还有基础的增强 设计模式 分布式文件存储 最最下边 我们会讲这些编程语言 像Java SE啊 像Web前端啊 像Linux 最基础的 我们会讲 然后高级的也会去讲 在这个课程里边有两个项目 第一个叫一级流量多级缓存的架构平台 还有一个项目叫基于Spring Cloud和Activity的一个公共流平台 这个课程里边两个项目 如果你是一个小白或者印链商 你完全可以把这两个项目放到你的简历里边去 面试 如果你是工作过三到五年的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项目的时候 会讲一些项目的思想 你可以把你之前所做的项目进行一个完善优化 再写到简历里边去 去面试 明白了吧 然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个课里边 我们会讲这么多的知识 也是从Java SE开始讲起 会讲分布式存储 分布式数据库 缓存 批处理 流逝处理 数据融合工具 消息证专件件 最后我们会讲到记忆学习和人工智能 他俩是什么关系呢 记忆学习和人工智能什么关系啊 你就默默的回答一下 记忆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子集 我们说人工智能是一个交叉学科 里边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学科 记忆学习是他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 对吧 这是人工智能第一个含义 第二含义可以连成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目标 人类的一个愿望 好吧 那在这个课程里边呢 也有俩项目 第一个项目叫推荐系统 推荐系统 什么是推荐系统啊 根据这个规律去指导你怎么去买卖股票 怎么去持仓 第二个项目我们只是在这一期课程里边会给大家去讲 从第二期开始这个项目就不再讲了 为什么呢 这个项目比较敏感 比较敏感 那我们这个大数据加人工智能这个课程多少钱呢 7980 7980 你现在报名报的是二期 报的是第二期 我们的第一期已经开课两周了 开课两周了 如果你有点加瓦基础 也可以跟得上 听明白了吧 已经第一期已经开课两周了 我们第一期呢 送你了 不收你任何的钱 第一期直接送 你报的是第二期 我们还会送你第三期的课 也就是说报一期送两期 买一送二 价格是7980 那么这个互联网架构 这门课 它的价格呢 也是7980 和大数据人工智能一样 因为这两门课是同时开课的 已经开课两周了 也是你现在报名报的是第二期 我们第一期直接送 第三期也送 也是买一送二 对我们课程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扫一下我们图证的二维码 加一下我们的码小六 好吧 这两门课呢 我们建议你来连报 两门课都是单报的话 都是7980 连报的话 有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是11980 11980 不到一万二 其实这个价格还可以带优惠 能优惠多少 来扫这个妹子 跟妹子去撩 你能撩到980 那是你技术好 活好 好吧 来扫二维码 撩妹子 要更多的优惠 你要往期的资料 视频 也可以找妹子要 好吧 求导得复习高数 是的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有问题 直接打到公屏上 没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你们还在吗 我替老马问一下 你们还在吗 对 在的刷个鲜花 或者扣个一 我看看 你们能坚持到现在 说明对我们的课程是感兴趣的 是不是 来扫二维码 好吗 谢谢了 兄弟们 扫一下二维码 好吧 如果感兴趣的话 好吧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分享到这 改天再跟大家分享 好吧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